大家好,欢迎来到表书看世界,今天是礼拜一,上午 今天呢,照样给大家分享一下来自国内的最新消息 这个和办护照跟签证有关 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表书看世界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分享两个消息 一个呢,是来自于我这个油管频道粉丝的消息 另外一个消息呢,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家内部的消息 是亲戚的消息 首先呢,来分享一下来自这个粉丝的消息 这个粉丝朋友呢,目前人在国内 前天吧,还是,应该是前天晚上啊 发了一个短信给我 说表书啊,我的签证拿到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拿个美国签证实在是不容易 是吧 这个所谓的移民嫌疑,移民倾向挺多的 这个大使馆,领事馆经常就是以这个借口啊,给你去签 要么呢,因为现在疫情也很严重啊,国内的疫情管控比较严厉 所以想预约签证,这个也不容易 上海领事馆也关掉了 所以他拿到了这个签证啊,无疑是一个,对他来讲 无疑是一个特大的喜讯啊 所以他第一时间就通知了 那么朋友们问,可能说他拿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签证 是留学签证,还是商务签证啊 这位朋友呢 他拿的是这个 留学签证啊 所以他到时候来美国是为了留学的 是来留学为目的的啊 而且也是真实留学的啊 所以这一点呢 真的是 为他感到高兴 他的这个行程基本上也定了啊 也定了啊 可能是先从洛杉矶入境吧 那么对于很多今年秋季要入学的 这些年轻朋友们来讲啊 应该还是很兴奋的啊 特别是拿到签证 那么第二个呢 我要讲的是我们家里内部的啊 亲戚的消息 也是昨天晚上就来找我 因为他的护照过期了 想去这个啊 办理新的护照 但是呢 到了服务大厅 人家就不给办啊 所以呢 他就来找我这个 看看能不能商务邀请函 因为他本身也是 家里有这个公司的啊 那么我就说 我是可以给你办理这个商务邀请函 但是人家批不批准你啊 那是另外一码事 对吧 人家给不给你这个护照 那完全是在于这个出入境单位了 所以就在这个 微信上聊了很久 那么家里的孩子呢 是应该是 今年秋季入学来美国 也是前不久办护照 也没那么顺利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终于还是最近这两天 把护照拿到手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 把全家还是挺高兴的 但是呢 本来说是父母呢 想送孩子来美国 女孩嘛 一个人来美国 就怕不安全啊 在路上 而且也没有一个人 这么远跑过 父母想出来 帮孩子这个这个 料理一下 安排一下 这方面的事情啊 可是呢 这个护照拿不到 也是一个很大的头疼 所以有的人 在给我留言的时候 说啊 这还是没问题的 什么 因为这个 各地的土政策比较多 对吧 那有的小地方 就恐怕 也许拖点关系 就给你办了 稍微大的地方啊 他就是不给办 甚至我前几天去拖人 拖朋友 而且是在出入境管理局工作的 而且是有领导职务的人 他都不能办啊 因为说现在管的实在是挺严的啊 不想因为这方面的事情 给别人啊 看人情办事 这样子会出现出现问题 所以呢 我们也不想勉强别人 是吧 那么我这个亲戚呢 他也是去找了熟人 也是不行 就可以说明吧 这个事儿 并不像我们 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和简单 当然了 你没有办这个事儿 你可能在那儿 说啊 这个很容易啊 如果你真的去办 你不相信 你可以打个电话 去出入境管理局 你问你能不能办得到护照 大多数人都办不到 啊 因为呢 我也有一位 这个粉丝啊 是北方那位粉丝 他岁数稍微大了一点 对吧 他也有美国的入学通知书 但是呢 出入境就认为他 岁数那么大 出去留什么学 啊 以这个不合适的理由 还是不给他办 啊 办护照 所以这个东西都非常的难说 啊 因为你所有的事情 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啊 所以这就是一件 挺难办的事儿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 这两个啊 消息 啊 供大家参考 好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